8月1日,中国国家安全部发表文章,动员全国人民抓间谍,中共历史上发起过多次的疯狂的抓间谍运动,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干部被抓,甚至被枪毙,连共产党自己都在每次运动结束后承认这些运动是捕风捉影乱抓一气。 被抓的但侥幸活下来的人,在以后的运动中又去抓别人,或者自己再被抓,循环往复,中共吞噬自己人是出了名的,抓间谍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一环,这次又抓间谍,而且还公布举报间谍最高可奖赏50万元人民币,所以我画了这幅画。 与此同时,在中共扶持下急剧增长的巨无霸房地产企业恒大,由于巨额的负债,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而中共对恒大救还是不救,进退两难,但面对经济危机,中共基本上是缩头缩脑,不愿意出手相救。 在国人对中共模式的信心完全丧失,而世界对中共模式开始说不的时候, 中共面与经济萎缩,工作机会大大减少,使得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我于是设计了这样一幅漫画。 面与经济全面萎缩,中共这时候需要外资了,于是赶紧把大半换成胡萝卜,推出24条,以求信外资。 在那边抓着间谍,这边信着外资,能奏效吗? 我于是画了这幅中共外资政策的漫画。 突然经文,俄国瓦格纳首领普里高金,飞机失势身亡。 于是我找出六份画的漫画,当时他向莫斯科进军。 向普京叫阵,穿鞋的怕光脚的,所以普京非常被动。 但普京这样的黑帮老大,玩不过就翻桌子,肯定是会对普里高金下毒手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